我们看到这个类题 它说右图某反应的反应途径与能量变化关系图 好 那这个反应 甲为C的还是放射反应 这个地方是反应物 这个地方是产物 好 所以产物的未能 产物的能量是比反应物的能量来的低的 好 所以中间这一段就是它的反应热 好 产物的总函 减掉生成物的总函 好 这一题它是用deltaE作为代号 所以我们就先写deltaE 其实就是反应热deltaH 好 那这个是放热反应 这个没有问题 甲是正确的 再来 以此反应的能量变化 deltaE deltaH 应该是生成物的能量 好 减掉反应物的能量 好 所以应该是D-A 好 所以E是错的 再来丙 正反应的活化能为这一段 就是反应物所需要克服的这一段能量障碍 好 所以是B 丙是正确的 好 所以这些答案选择应该是E选项 正确的是甲跟饼